解剖子堂 我是薩 我今天是來吃東西的 他是傑夫 大家好 我是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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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來幫我吃東西的 那傑夫呢 本身是業界知名的飾酒師 今天 特定邀請他來 幫我們 這道菜 做一個餐酒搭配 因為啊 上次聽傑夫做這道菜的時候 我覺得這道菜很健康 很好吃 很適合我 不會胖 所以這次特別來幫傑夫 教我做這道菜 這是又代價的喔 有 為了這次 我特別準備了一支香檳 來跟傑夫換兩顆蛋 對 就麻煩傑夫了 聽起來好棒喔 那飄飾什麼之後 我們可以都來一起吃這個 這個方式啊 沒有問題啊 如果這個反應好的話 就麻煩傑夫多多邀請我呢 那我們待會就開始囉 今天來做的是 松露水波蛋 欸傑夫哥 今天不是要做 水波蛋松露醬嗎 那為什麼要切麵包 喔 我們今天做的其實就是 湯巴斯 湯巴斯在西班牙裡 是蓋上去的 蓋上去 蓋上去的一支 那以前啊 他們在酒杯 在上酒的時候 都會用一份麵包 把它蓋在酒杯上 蓋上去 蓋上去 欸 據說是怕蒼蠅 怕蒼蠅 也是吧 那蒼蠅不會飛上去 吃東西嗎 欸 我也覺得很奇怪 OK 喔 可能酒比較貴吧 當然喔 欸 酒要用生命來保護喔 哈哈哈哈哈哈 鍋麵包 塗上奶油 鑄鐵鍋要先預熱 結果那這樣 現在煎的話啊 我們大概要煎多久 還是要煎到什麼樣子 那原則上 我們只要上色 有痕跡就可以了 有痕跡就可以了 翻面囉 喔 這樣就是上色了 欸 了解 好 接下來我們先煮水包蛋喔 好 憲哥 那 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要怎麼挑這個蛋 我一直很好奇 這個蛋 到底怎麼挑 它才是一個好蛋 還是壞蛋 喔 關於啊 那怎麼挑雞蛋 在網路上其實有一些方法 例如像是 在椰水裡面 它會 浮起來 對 它浮起來就表示 因為體重問題 它可能就是比較不好 OK 可能空氣比較多 另外一個就是蛋 的表面 比較粗糙 或者是光滑的 粗糙的 對對對 粗糙的 所以像這個蛋是 粗糙的還是 滑順的 它是屬於 像看鍋前 它是比較粗糙的 粗糙的 所以是比較新 比較新鮮 了解 是的 好 那一般我們在這樣挑選蛋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哪裡買蛋 我是建議啦 我們還是在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對 大美場 這種盒裝的 那超級市場 那超級市場那種 散裝的不好嗎 因為散裝的 說實在話 我們沒辦法 去確定它到底放了多久 因為它都放常溫 都要放了比較多久 都要放了比較多久 而且它 那個 蛋 會比較 不乾淨 對 對 像我們盒裝的 包裝蛋 它是洗洗的 它會比較 已經經過於 驚喜的一個動作 那 散裝的蛋 就比較沒有這個 所以這樣盒裝的會比較好 對 那 當然它 我們盒裝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看一下保存期限 喔 還有保存期限耶 是啊 哇 這個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們就是一個 很好的 可以判斷它 到底是 放多久了 了解 另外一個 它是在冰箱裡面 它在冰箱裡面做一個保存 可以延長它的新鮮度 了解 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問題 它可以退 喔 這個非常好 對對 好 謝謝捷夫哥的經驗分享 是的 OK 那剛才我們講的 大概就是從 雞蛋的外觀 我們去做一個判斷 保存期限 去做一個判斷 跟它的購買的地方 主持的地方 來做一個判斷 那現在 其實 最主要的是 我們還是要打開裡面 我們才能知道它到底 是 好的 還是不好的 我這邊還有兩個方式 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它有 養成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習慣 我們在打蛋的時候 你要先 準備一個碗 我們先把它打開 好 我們把它放在 碗裡面 我們把它放在碗裡面 今天不管你要打幾顆蛋 先把它放在一個小碗裡面 確定你看 它是好的之後 我們再把它放在碗裡 好 這樣子 那比較不會說 你今天打了四五顆 七八顆打完之後 直接說第九顆 一打 壞掉了 那到時候就 都壞掉了 這個就沒了 整碗就要倒掉 幫我浪費 這個是要咬成一個習慣 是很好的 第二個 我們就可以從外觀 好 你今天就可以從外觀來看 我們在看的時候 其實 蛋白的部分 它其實會有兩 你仔細去觀察它 它會兩層 一層它是比較結實的 這看起來在裡面 另外一層它是比較散的 OK 那散的這一塊 它就是 它的比例越多 它其實就是越 不新鮮 對 所以結實的越多越新鮮 對 好 那我們在煮的時候咧 那 它接下來 散的部分 也會往外面去 會往外面流掉 了解 是的 而且外面看真的有耶 這邊就像水水的 跟上面一些 透明果凍的東西 對對對 看起來比較像果凍 它很明顯 它是凝結在上面的 對 好 那這個我們其實看這個比例 好 比例 越 多 越新鮮 所以就是 我要白色很像透明果凍那個地方 越多它越新鮮 是的 這樣就沒有錯了 我們已經把雞蛋怎麼挑選 分享過了 那現在 我們來調松露醬囉 好 姐夫哥你知道 松露的特別含義嗎 是不是 在法國 松露 有一種就是 我想誘惑你的 意思 對 因為松露是一個脆情勝敏 喔 美酒佳肴 那我們是不是要多找一些人 一起來同樂啊 煮水囉 有 那我們現在先把水加熱 好 那這個可能要點時間 好 那這次的時間 那就麻煩沙哥 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帶來的寶貝 OK沒有問題 好 那姐夫哥我們今天帶來這個是 霸國的香檳 它來自 那酒廠是 A.D.Codella酒廠 它是 雖然是霸國酒廠 但是它在丹麥 其實是賣最好的香檳 所以注意看它這邊有一個 特別的圖畫 這個是北歐那邊一個傳統的圖案 它特別把它選上來 那 題外話 你知道那個藍牙 它手機的藍牙符號 也是北歐那邊同樣的出處的 好 好 那這個酒廠我們就特別利用在於 它用一個 Solera System 那這個System 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有一個很大的釀酒桶 我每年酒採收下來都釀 不到採收下來開始釀造的時候 會加點新的酒進去 同時我會從那邊取出一點 舊的酒 加起來混調在裡面 那這樣混調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裡面會有很老很老酒的味道 同時又有很新鮮新鮮的活力 所以可以給它這支酒很好的層次感 雖然這支酒 今天帶這款是他們家的基礎塊 但是這個基礎一點都不基礎 所以你可以喝到很多不同層次感的味道 所以我就等一下可以跟菜來搭配看看 好 聽起來很厲害喔 真的 純心會厲害 就要帶給節目哥喝啊 那 開始期待 沒有問題 感謝薩哥 為我們清楚的介紹 好 那我們現在的那個水溫膀炸 看起來差不多了 OK 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的水溫膀炸 好的 沒有問題 OK 好 開始啦 我們先把 這樣子淋巴 好 加點海鹽 然後調味一下 接下來 我們今天檸檬汁在裡面 咦 檸檬汁 為什麼是檸檬汁 而不是醋呢 我剛剛網上很多食物 都是用醋啊 是啦 其實大家一般來講都是用醋 可是我個人不太喜歡醋的味道 好 那我覺得它不是讓人 它的味道不是讓人家很舒服 了解 那我就用檸檬汁 一樣用它的酸性的原理 好 讓蛋白凝結 OK 然後 了解 讓它一定裹效 了解 好啦 不過啊 好 到我的Label啊 我不放醋啊 不放原物資啊 我一樣可以把水溫在你旁邊 喔 原來如此 那我待會可以示範給你看 好啊 沒有問題 麻煩絕不割了 好 接受你的挑戰 好 謝謝絕不割 不要說我只是這邊吹喇叭 好 沒有問題 好 好 所謂水泡的意思啊 就是水沒有 水沒有讓它沸騰 好 然後它感覺有點 微微的泡 對對對 只要接近沸騰 了解 然後啊 我們要準備一支湯匙 好 好 幫助它 這樣攪拌 好的 找一個漩渦狀 好 攪出一個漩渦 欸 攪出一個漩渦 好 好 那時候把我們的蛋啊 好 輕輕的從中間 好 放在 有沒有 它漩渦 被它的那個蛋白 嗯 連結在一起 又會又會又會 對 好 那大概有煮多久啊 嗯 大概五分鐘到八分鐘左右 不過要看你 對蛋黃的 要求嘛 了解 對對對 好 蛋白要讓它熟 好 好 然後蛋黃來炒的話 好 那有些人會比較喜歡吃熟一點的 要一點 吃深一點的 好 這時候我們再做一個調整 沒有問題 那麼這時候咧 好 它已經固定了 嗯 好 稍微下面呢 好 動一下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好 稍微等一下 現在要有時間了 好的 好 看看我們這樣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好 漂亮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煮得起來 好的 沒有問題 好 來 加兩片 然後 苦辣 抹茶 芝麻 好 抹茶 好 然後 然後 抹茶 好 抹茶 然後 去 好 把 少一點海鹽 嗯 再來 再 一點點 好 來 上午醬 好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送入水鍋蛋就完成囉 那現在我們來開香檳 好沒有問題 YEAH 好那我們今天準備來開香檳了 那開香檳這邊有幾個小技巧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像傑伯哥說我的香檳都有這個拉環 這個拉環啊就是只要這拉環之後 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這樣拉開來 OK 我們就把它打開了 來 你注意看這個鐵絲 這個鐵絲網就是保護它的地方 所以當我今天要把這個鐵絲網轉開的時候 我的手就不要離開這個軟腮了 為什麼 因為一瓶好的香檳大概有四到五個巴的大氣壓力 好我們講白話文 就是這個距離底下可以幫你打下 對 所以在開香檳的時候 我們不要朝向人 也盡量朝向一個空白空的地方 後面也沒有什麼重要物品 朝這個地方 就或者你可以朝向你 討厭人的地方 這件事情相當有趣 好像我這麼喜歡傑伯哥 我就不會朝向你 要把你在後面 對 好 這時候我們就開始把它轉開來 好轉開這個鐵絲網 好 好 我們把這個鬆開 這時候 我們就要轉 這時候開下面的小小技巧 我們不要轉上面的軟木材 就不用擔心 我技術很好 我是Google 好 所以我們就轉下面的平身 轉下面 把它慢慢的鬆開 那這時候 軟木材就自己浮起來了 喔 我們就慢慢的浮起來 大家慢慢的這樣浮上來 喔 對 這時候啊 稍微的 輕輕的把那個壓力卸掉 發出一個所謂少女探險的聲音 對 就甜甜你聽到一個 啊 啊 喔 對 輕輕的 好 這樣就可以打開了 耶 好 我們準備來倒酒了 讓節目更期待已久 好 好 好 哇 你看那個泡 對 你看那個泡 你看那個泡 對 你頭髮是很迷人的 曾經有跟法國詩人說過啊 透過沙冰看出去的世界 都是美好的 我待會兒來試試看喔 謝謝 謝謝 姐夫哥你怎麼看 這瓶酒 法國的香檳 你看它色澤 就是很漂亮的金黃色色澤 所以你剛才喝的時候 你看你有沒有聞到那種 新鮮甘橘水果的香氣 有 所以它有點淡淡的那種 我覺得很像蜂蜜的味道 是 蜂蜜的香氣 所以我們喝一下嘴巴裡面那個酸度啊 很像我們那種很棒的水果的檸檬那種酸度 它這樣泡泡的滑順感 有沒有覺得 哇 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我很期待 這樣搭配這個水果蛋松露醬 應該會相當的美味 是啊是啊 我剛剛很開始期待 沒有問題 欸 你看起來真的比較白也比較瘦 曾經有個法國詩人說過啊 透過香檳看出去的世界 都是美好的 那不是這樣你也喝多了嗎 哈哈 好 那現在我們來試一下我們的主角 收入水果蛋 好的沒有問題 哇那個看起來好誘人吧 Cheers 我怕我吃的有點醜啊 我稍微遮一下 好好吃喔 松露醬的味道 配上水果蛋 好 它是一個很清爽的味道 那後面又有一個很濃郁的 松露的味道 然後再口感 在我們口感那個口腔裡面 這真的很好吃耶 嚇死人的 那你試一下 試一下到位 對啊 哇 你看那個 松露的濃郁跟蛋的清爽 還有滑順再加上這個香檳的配合起來 這就是天堂 爽 爽 要跟姊夫哥在一起 哇 這個真的太開心耶 哈哈 今天 薩哥的來訪 姊夫才最開心耶 那我們今天的松露水果蛋 完成了 那如果喜歡姊夫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更新喔 那如果喜歡今天我帶來的 有關是葡萄酒的相關小知識的話 也記得在下面留言 然後跟姊夫反應 那他就會把我通訪 就會常出現 開始想念你 真的 謝謝姊夫 謝謝姊夫今天的分享 姊夫也非常感謝薩哥 今天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松露水果蛋 大成功 薩哥 來回看你表演喔 弄一顆松露水果蛋 來看看吧 薩哥 沒有問題 慢慢姊夫哥指導了 那我們大家開始喔 好 沒有那麼多次的經驗 難怪我的人生都不服 你最好的鍋子就是 換一口 換一口 換一口錢 然後錢 那我跟他評級鍋就好了 其實我其實可以啊 其實 我評級鍋也會很好 轉吧轉吧 七彩迷紅燈 讓我看透著一個人生 解副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